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福音是神的大能 祂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活在这世代 就是为了见证基督和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奇妙作为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前敬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悟要很久在神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极度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牧师再次强调 传福音 固然是要来传好消息 也要来传光顾永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 使徒保罗 他们即便马可离开他们 就称呼为约翰的马可 离开了 保罗和他的伙伴仍然持续 向神带领他们 要去布道和建立教会的地方去 我们看到他们是谦卑自己的 顺服神的旨意 而且被圣灵大大的充满 各位姐妹 你可来想象 在这样的一个布道团里面 假如发生向马可离开他们 其实马可也是一时的软弱了 后来巴拉巴也就陪他回去了 但是 我们看到在一个布道团 才刚出发 而且呢 在一个岛上面 打了漂亮的一仗 好 在前面我们提过 保罗跟巴拉巴在那岛上面 如何来抵挡那二者 然后使那里的神长来归信基督 然后他们回到了 回到了本岛上面 然后在本岛上面呢 继续他们的行程的时候 但是呢 这个马可就走了 你可以了解吧 马可原来是他们重要的一个助手 我们看 马可福音是后来 当马可再回到这个布道团队里面 他慢慢地 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资料 而写出来的 所以 各位姐妹我们可以来了解 他作为耶稣基督在世的见证人 在这个布道团里面 他带着他的重要性是何等的重大 好 但是呢 他就回去了 然后 也当然可能家里有一些状况 他回去了 保罗对这件事情是很不以为然的 所以 当他回去 保罗在这当中 虽然体会到说 是的 我们意见有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仍然要顺服于神的旨意 继续地向前行 也就是说 是因着向着神这一颗顺服的心 以及对于使命的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动力 使他们持续向前行 而且呢 我们看到 当他们持续向前行的时候 圣灵继续地 大大的来充满他们 他们这时到了一个地方叫 比西底的安提阿 弟兄姐妹 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 安提阿城市的名称有两个 一个是使徒保罗跟巴拉巴被拆派的 那个教会也叫安提阿 但是这个安提阿不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 在叙利亚那边安提阿叫做 比西底的安提阿 保罗在犹太会堂里面呢 也来向他们宣讲 宣讲什么呢 就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就于圣经先知所预言的米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他向他们强调 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引用先知诗篇 以及以赛亚的经文 来讲述耶稣基督的复活 和神的应许 这是在昨天经文 我们所看到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 保罗 其实只是讲故事而已吗 保罗目的是要告诉他们 当你明白这道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必须相信 耶稣基督的复活 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你才能使罪得赦免 并且得诚意 使徒保罗跟他们讲 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才能使罪得赦免 并得称为义 但你听见没有 你要来想一下 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人 是一件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被杀 然后他复活了 那他就复活了 跟我得救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事实上 这个就必须要有信心的跨越 在这信心的跨越里面 必须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 所以牧师特别讲说 这是一个信心的跨越 但假如有人真的是 没有跨越这个门槛 那他只能留在一个人的理解 或者是就是一个不明白的状况 这个时候 很自然的就有人拒绝这福音 那不只是拒绝了 当他们能够来向这许多的人 来传讲这道的时候 而且也真的是吸引到不少的人 但是 有其他的不信的犹太人 甚至还有其他他们 可以来找到的不信的希腊人 他们就嫉妒保罗和巴拿巴了 而且 毁谈他所讲的道 各位姐妹 要毁谈这样的一个道是很容易的 因为 这样两个方向 第一个 他们讲一些胡说八道的话 只要扭曲他们讲的话 说他们是胡说八道 第二个 只要指控他们是这样胡说八道 是为了要来赚取一些利益 只要这个样子 大概很快的民众 因为他们不理解这道 民众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 纷乱的话的时候 很快的就会反过来了 但 保罗 却很坚定的 更放胆的 来向他们来说 他说 神的道先讲给他们 但是 因为他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所以他们将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 两位姐妹 这次是刚刚牧师特别讲到的 福音是好消息 但是 很多人总觉得好消息 那就让我来得祝福 但是 除了这今生的祝福与荣华 其实 福音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你的永生有关 保罗非常直接的 我们用现在话来讲 就是直求对决 你们既然不信 你们就跟着永生无份 然后 保罗也警告他们 他用哈巴古书一章五节这样的话来说 哈巴古书一章五节说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是的 因着他们不信 因着他们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里面 虽然彼得来告诉他们 他们不信 那么结果就是 他们要面临 与永生的神 永远隔绝的后果 对不起 在今时 其实 基督教信仰 这件事情 所面对的挑战 也是如此 无可避免的 所以 当我们 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相信 福音的真理 和神的话语 是为了要来拯救人 我们也相信 神的救恩计划 从彼得 保罗 和他们这一行人 出去宣道 宣扬着真理 到如今 都还在我们当中 向前行 恳求上帝持续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得以明白 我们 在这永生上面 既然有份了 我们更需要 去宣扬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我们更需要来祷告 求你赐给我们 勇气和智慧 能够来回应 那些对福音 提出质疑的人 也愿我们能够 以爱和真理 来回应他们 并以我们的生命 和言行 成为基督信仰的见证 也求你赐给我们 毅力和耐心 面对当今 基督信仰所面对的挑战 让我们能够得以 以坚定的信心 站立在福音的真理上 愿我们的生命和言行 都成为你的光和言 在这个世代里 彰显你荣耀 和奇妙的救恩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